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某些事务时,我马上就会产生怀疑,2010年代是跟踪中国消费科技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,虽然2011年我就离开了FULULU,是由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和福克斯在2007年3月共同注册成立的网站,洛杉矶,纽约,北京军社有办事处,不过此后仍然与FULU北京分部前同事们保持着联系,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在过去十年里跳槽到不同的中国科技公司任职,2011年离开FULU北京办事处时,对于中国新兴科技公司能否进入美国市场,我持怀疑的态度,不仅因为彼时美国已经科技巨头伶俐,或者中国的科技公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,而是基于默认的假设文化无知之目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,那些non-weird约瑟夫亨里奇对西方,受过教育, 工业化,富裕和民主的缩写,国家的公司很难融入到weird国家的文化中去,我甚至怀疑,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或印度市场,是否也面临这样的竞争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远, 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个国家参与市场竞争时面临的困难就越大,而克服这个问题的途径似乎只有组建一支本土领导团队,或者从美国派遣一个对该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人,虽然大多数情况下,这是正确的做法,但在很大程度上,中国的科技公司并未放弃对于美国市场的探索和尝试, 比如微信就曾试图打入美国市场,最终却只在华裔群体中流行,因为他们需要用微信与中国的朋友,家人及商业伙伴交流,另一方面,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同样水土不服,在少数及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中,比如优步中国,最终也没能站稳脚跟,源于此,我一直对TikTok非常着迷,尤其在2020年,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,TikTok已经成为最受欢迎且最具娱乐性的短视频应用了,虽然美国政府考虑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封杀TikTok,是最近每个人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,但我对于追踪TikTok是如何在中国以外的市场,尤其美国站稳脚跟的更感兴趣,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魔,就像我总能从意外中学到更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样, 但在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Snapchat等美国科技巨头环似的环境下,两个上海小伙子设计的应用程序是如何突出重围,成为一个与其诞生背景如此不同,文化圈层最丰富的APP? 我相信,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未来的跨境技术竞争,产品开发者实现产品与市场匹配有重要的意义,TikTok的崛起开拓了我的思维。 事实证明,在某些行业和产品类别中,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有着极高的响应性和准确性,这能够进一步穿透文化无知之目。 现如今,文化有时是可以被抽象化的。TikTok的故事始于2014年的上海,彼时,朱骏和杨鹿玉推出了一款教育短视频应用程序,但市场反响平平,他们决定转向对口型纯形同步的短视频制作平台,并在美国和中国推出Musical、Live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款应用在太平洋彼岸迅速获得关注,两人很快放弃对中国市场的开拓。 专注于美国市场。Musical、Live早期用户大多是美国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年轻女孩。 其对口型唱流行歌曲将视频分享到社交圈的功能,在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,也得到了用户群体的积极反馈。 市场对于Musical、Live的关注无疑是一种成功。 然而,这也给朱骏、杨鹿玉团队带来了新问题,他们并不了解美国年轻女孩群体的喜好。 当然客观地说,大多数美国父母也会不完全了解自己十几岁的女儿。 在这个中美技术场景高度重叠的年代,美国科技公司无法进入中国市场。 中国科技公司亦无法在美国市场立足。 除了DJI大疆,DJI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, 其无人机控制界面大量借鉴了标准的飞行控制界面,在文化上并不具有特定性。